另外一件事在香港 這個禮拜又是一個花生 今年KOL裡面那個 或者Youtuber裡面那些軒然大波 一波又一波 包括我自己本人作女 但是那件事我不想再說 我自己都被人花生了一段時間 你知道嗎? 我也知道 但是不要說 被人抽水 被人花生 我也很感動 說一句 花生 你經常說花生的話 那些人誤會了你 你不是被人騙的 傻丫 真是 花生 那些 我略有所謂 但是我不知道的東西 我沒有什麼記性的老人家 左而入右而出的 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衝擊 我也不想提 那件事是什麼呢? 事源就是我們香港 有我差不多一個資歷的話 都應該認識陳橋先生 我年輕的時候 都曾經做事的時候 跟他交流過 現在講起三四十年了 非常好的人 阿喬叔 我相信在這行裡面 沒什麼人在背後說的是非 喬叔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表表者來的 人非常好 也非常幫助年輕人 我都記得我們入行的時候 那些死的年輕人 那時候在啟德機場做事 他有時候都指點一下 見我的機器 有些什麼呀 喂 那部機器 你要這樣 要有些什麼保養的 就是你請教他 江道應該怎麼去教 就是他是很謙虛 就是喬叔的身份 他只是跟你指指 怎麼應該怎麼怎麼 真是很難得的 他很肯教 教年輕人那些的 他從來不會說 你是年輕人 走開啦 不要妨礙耶穌 沒這些東西的 人非常好 也都在過去幾十年的香港的新聞工作 在上面 拍了很多很難 就是勾起很多香港人的回憶 就是掌握著那個鏡頭的瞬間 印象很深刻就是說 在新界拍到 那時候所謂的1962年大饑荒的時候 很多人逃離香港 那時候香港的大陸政治 總之被人抓到 就要馬上犯犯 如果你偷了一些進去市區 你就給了身份證來 那時候喬叔在新界 就拍到一對夫婦 就 哭著這樣 背著一個小童 這樣去 押著一個豬童車 這樣上回大陸 就是很震撼的 想是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攝影記者就是 無需要寫太多caption 而是透過一個鏡頭 又知道他在說什麼故事 就好像很出名 在月刑期間的一個水手 一個水兵 在船上那個水手那個洞 那在麥頭上面 另一個最奇寶的小姐 這樣跟他 farewell 就是這些已經是講了很多香港 我們那個年代的那些故事 就是香港曾幾何時 是很多很多 每個星期五六天 哇 那時候灣仔那裡很旺的 很多水兵 來休假 這樣 就是替著香港很多夜的經濟 也都養活了很多的家庭 就是這些故事很多 那喬叔就出了一本東西 不是 劉曬梁先生就是以前香港中央政策組 他也是我們新聞的行家 就是出身 出了一本書 幾年前 現在在說幾年前 鏡頭下 鏡頭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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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記住 那本書要說什麼 鏡頭下的歷史 破裂號 陳翹 那件事怎麼樣呢? 就是不用我多說了 就是她的家人 陳翹的家人就說 喂 你沒有得我先扶的同意 你就這樣 怎麼樣 那劉曬梁呢? 就說 喂 他們同意 南華早報同意了 怎麼樣 就引起的糧粉 就是劉曬梁的粉絲 因為她本身是那台的城寨 那就是假裝劉曬梁那些人 那件事呢 這幾天就有些發酵 就令到香港的KOL呢 就很多群體而攻之 那 很老實講 有不少是乘機抽水的 這個無可否認的 因為她是劉曬梁呢 兩夫妻呢 她是一個所謂的KOL界別裡面 尤其是黃絲的KOL界別裡面 她是最有錢的那個 那難免有些人就厭惠嫌民啦 就有些這樣的味道出來 那整件事來看 我看一下幾個point而已 第一 那本書既然的書名叫做 鏡頭下的歷史 破製到陳橋 聽清楚一下 陳橋 既然有陳橋兩個字灌了名上去的 那你是不是作為劉細良一個出版業的一個老爵 你是不是應該要怎樣都拿到陳橋先生的 黑字白字的授權書 這個很簡單 其實這件事你不用說到這麼複雜 就是等於 劉細良的解釋說 喂 我拿到南華早報的授權 你不要你南華早報CCMP的授權 現在被人揭露了出來 因為我以前也就同事 揭露了出來 喂 當日南華早報的授權呢 就以為你是給陳橋那個90歲那個生日 這樣授權你用的 原來你不是說 授權是那本書的用的 那你有一點點取巧的 這件事 但是不要理會這件事先 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用得陳橋的 你不是第一天做出版 你有一間上書房 這個香港人都知道 你做得出版的 你灌明喬叔的 你怎麼可能不拿喬叔的授權呢 你說人家給你手指 你口頭上他答應了 No way 不要玩啦 你說我做這些事情 我還沒搞出版 我犯這些什麼低級錯誤 就有可能的 你留下了一件事 加上你太太這麼精明的 Carmen Kong 你有沒有可能做柳這件事呢 所以徐少華她的質疑呢 是對的 因為我看這件事 我第一個判斷就說 那個名字 你用了陳橋 你沒理由沒有來 不可能 你沒有的話就你失責 第二 現在爭論一個問題 陳橋 包括黃世澤 在德國那個 他說 既然一天在SCMP去做的 他拍的照片 版權都屬於SCMP 那 這件事其實呢 就似是而非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誰人都知道我曾經在ATV那裡做 我在ATV裡面拍的製作的節目 好像大余合史宴文的廣東話版 是我創作的 那個版權當然是ATV的 當然不是我 但是這樣我出來 出來了 離開了ATV 那我自己寫的文章 難道又上ATV嗎 不是的 著作權的版權有兩類 好像說在公司裡面 歸了公司 我是同意一件事 你陳橋拍的照片 如果在SCMP裡面登 旗下的刊物出過的 那個版權當然是SCMP啦 不用想南華早報啦 但是 同一部相機 因為他 喬叔這些人 那個相機是 不會離身的 剛剛 收了工拿了一部相機 在吃宵夜 突然發現有一件事 很值得拍的 拿了相機拍照出來拍了一張照 但是他沒有交給公司 他自己作為一個留念去搞 好 這樣自己存在 那個版權是誰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還沒有在SCMP出現過它 那個版權其實是可以爭的 但是 版權 有作者 有一個所謂的 好像我們寫文的 有一個 production right的 創作權 一定是創作者本身的版權 那個人創作者本身死了 那怎麼辦呢 是有繼承的 他的後人是可以 拿這件事出來去 去爭取的 去爭取自己的權益的 所以說 版權 copy right 和production right 是兩件事 現在陳橋一定是production right 這件事情其實 非常簡單的 對不起 也不是這麼複雜 應該說 劉勢良如果真的有 陳橋那個黑子白子的授權 拿出來就說 劉勢良整件事來講 是做得最不適合的事情 就是他 在節目裡面 梳士班聽眾 他的支持者 去攻擊 羅恩惠 就是conney 這個 Hewsertimus 檔案 那個網站 或者去射一些 他認為這件事 他就將它上綱上線到 你 這件事呢 因為我在海外 召集了很多 反香港政府 反港共政府的事情 他們無時不能想做 就是這件事 最有目的 如果令到城寨消失 大家就損失了 NO 就是不要將那個道德高地 就是放在自己的頭上 就是不要用這種名義 去進行一些 就是 嗯 嗯 嗯 我不想說去不法歐道 因為這件事 還未到 我也沒有去 我覺得是那個 不會 就是做 做煩奸犯科 就是不要 就是 米蘭坤德拉說的說話很適合 不要用偉大聖傑的名義 之後去殺人幫他 这件事共产党是最拿手的 而刘世良今时今日竟然用这些手法 喂 你谁攻击我 那个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你其实是想说这件事而已 然后黄尸圈里面就拿了那些人 龟边 拿了道德纲 哎 谁动我我就死了 所以啊 康尼今天呢 最新也是出了 和南华早报也出了一个声明 就confirm了一件事了 就是之前我一直怀疑的 南华早报的授权 其实是货 就是当时你和南华早报谈呢 就是帮阿翔叔九十岁了 出版了什么话策 想摄影集 用什么理由的 没有讲过谋利的 这件事我觉得真的 刘世良真的要解释的 刘世良真的要解释的 就是南华早报也有证据出来 大家对策啦 你说当时什么时候签的 就是那个授权 你这些是走不掉的 还有有很多事情呢 就是我会觉得呢 那怎么会在KOL 现在是变成一个花生呢 就是你便宜我便宜你呢 就多少和阿世良 两夫妻去处理这件事有关 你如果这件事 阿翔叔的后人 只是觉得不对路的 为什么你一开声 就还贪钱呢 这个是人家谋杀来的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有一些误会 我希望我们私底下 尽快联络上 或者请阿翔叔的家人 都在加拿大啊 据民都 好 你便上你那个台那里 大家三口六五讲清楚 是吧 很简单的处理而已 但是呢 一开始他们就 输了又说 扣人家帽子 结果那件事就越炒越大 但是 那些东西剩下来 不离我之前提过那两个观点 第一个呢 就是 版权 和創作权 是两样东西来的 是两样东西来的 就是 喬叔的家人 其实是 我的角度呢 是有权去追捕的 至于他说 哎呀 那个这么少钱 你咬了什么 你讲来讲 那几十万支嘛 不是钱多愈少的问题 是个正义感的问题 是件事的 是非对错 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 就是 任务无论任务 你用别人的名字 你这样不脱一样东西 你一定有人一手 就是第二个做 第二个做漏了我 我笑一笑 你刘世良没理由不知道 绝对没理由不知道 所以 这件事我说 我不是在家里边 就是 世良我跟他不熟的 不熟的 就是 乔叔我见过面 我 我 我旧同事 不过 我会觉得 不是这么难看的 还有 这件事就 不要下下 就是 发生这些事 就是 将一些 就是很悲劣的行为 你贪钱啊 你骗钱啊 怎样 就是不用这么快去讲这些什么 就是不需要的 就是平心静气 就是将这件事这样讲出来 就是我第一天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本书的名字 如果你说是镜头下的历史 没有下面那个破绍由陈翘的话呢 你说那个copyright 不需要陈翘认可呢 你都还讲得过 但是你用得陈翘的名字 你就没有这个 这个授权 是不是 一定拿承认的 这件事是网咬的 OK 好 那石禮哥 那美国智库就发表一个 美国和香港关系的报告 提出了三个 就是怎么说呢 政策 就是说 第一呢 就是美国和香港呢 美国去惩罚香港 第二呢 撤销所有香港的特术的待遇 待遇 不好意思 第三呢就是策略线接触香港 就说呢 就是现在香港 已经全方位被中共侵杀了 所以美国呢 必要改变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所以都想问一下石禮哥 现在这个报告出到来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香港的政策要改变 和香港有什么影响呢 我一直都讲了 其实最主要不是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我们看东西看的范围呢 是美中的关系 美中的关系一旦 继续破裂下去的话呢 香港一定受到慈如之殃的 你是没得走的 正如我说上个月 阿耶伦去完 跟着他说这些话 就超越了他财长的身份 说了一些国防的那些东西 那我觉得已经有问题了 跟着布拉伯来到 你就用一个很老实说是怠慢了人的 就是 不是一个 像一个接待一个客人的态度的 正如一个说 你来啊来啊 放马过来啊 我不舍你 那我应该是说就讨计了 香港大会 我已经说了 未来 那一头半个月 应该会有些东西出来 不知道到时候香港会受影响 结果 香港受到波及了 现在是智库说的 你会留意美国人做事呢 就 做之前 先些资料出来给你 就看你有什么反应 现在智库出了声 就看看这一两天 香港那帮爱国分子 我不敢说他们叫爱国贼 那些爱到上头的那些 会不会多口说话 就是 现在最大的局势 如果一旦那帮人 有些过激的行为的话 最主要是在美国人的眼中 你后面那个中共是怎么看这件事 原来你中共 就是我们会觉得 我们可能会看到 阿爷都未必控制到这些什么傻佬 这些什么人 过激的行为 过激的言论 但在美国人眼中不是这么看 他只是说 这些说话 一定是中共在幕后指使这样做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他就是 就是强压你香港 就是有理 有理有句 就是他这样吹下去 就是这个好吹热于 香港的美国主要的总领事 就是怎么样 怎么去回答美国国务院 那方面的事情 我来看就相当不乐观 就其实看一下这几天 就真的是 阿爷能不能扎香港这帮爱国分子 就是工联会啊 就是那些那些 就是很极左 香港极左那一席的大哥 我真的叫声大哥了 看他来不难得住 就是你这帮大哥 下下表现自己多忠心 多恶国 下下冲出来的嘛 一冲了前的话呢 嗯 冲了太前的话 对香港是相当大的冲击 但是你说至于会不会去到说 就是断联系汇率 那断不断联系汇率呢 是香港政府的事 至于美国会不会 因为这样停用不让香港 所有银行用SWIFT系统呢 我想就现阶段是未至于 就是所以 大家也都不用这么害怕 就是要害怕的事要担心的事 我较早前已经和你提过了 就是你这么担心的 你真的这么担心的 你就是 很多银行香港 趁现在还是很方便 啊 现在美国美元和港币挂钩的 那你就转一批港币去美元 甚至开一个离岸户口 不是很多钱而已嘛 那你其实没有影响一对自己 那你就安心一点的意思 就是这件事 就是看你个人啦 但是你自己认为 哎呀很有上心 不用怕的 那就不怕了 就是总之要淡定 现在一段 就 我也都真是苦口婆心 也都真是希望 香港那帮外国人士 有很多东西 激情触在手里面 真是会化为灰准 反而从心里面 会历久藏身 历久藏身的 外国 除非你有任何 你有自己个人的目的 其实可以藏在心里面 不需要这么积极去表现 不需要走到这么前 跟车这么贴的话 炒开上来很大件事 这件事是不是北京所见 所落见的 就是没人知道 是不是 但是呢 你这样造成一个伤害的话 就非常依易易见 在香港的 其实是反击基本法23条 其实3月底 美国国务卿已经提过 会制裁 就是镇压香港的一些官员 和美国 香港駐美金贸办 刺销 刺销这个优惠的待遇 这个法案已经是 怎么说通过了 就是美国有一个 会员会全票通过 民主党和共和党 全票通过了 没有一个反对 就是这些法案都有过的 现在看到23条后 似乎香港这边没有针对23条的 抓人或者一些行动 其实现在是不是暂时 是否认为美国说 要鸳鸿对香港一些政策的改变 都是经常说 看着香港的观察 看着那些官员怎么做 这个时候 摆明就是了 所以现在不止 这次这个什么智库的报告呢 一直来说 美国政府是观察着香港的官 如何去执行23条 到现在呢 23条都高高举 现在轻轻放下 就看款就是 我都说了 要看那个所谓的个案 就是一个所谓勉强的个案 就是那个英国回来 曾经在英国发表一些 港独言论 回来探过妈妈的时候 抓了 现在第一单 这单都不是很足够去表达到 这个什么所谓的23条立法的事情 那其实现在 美国官方在看香港的官方 而这份智库呢 这样出得来的话呢 就其实真的好看下 你香港政府也好 还有我都说你真的看下 这期有没有那些 真的外国人士走上去 滋扰美国领事馆 那下一步就开始来的 就是因为我解释了 首先我不想多说 就是他看东西的角度 和我们一般人看东西的角度 会不同的 但是这件事情 真的会影响到香港的未来 就看下怎么发展 是吧 其实有些担心呢 如果他真是陈化香港 那香港人 最关乎香港人的一个 就是拿美国的签证 那这个签证会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有些... 一定会受影响的 不用想的了 必然会受影响的 这件事是最简单的 还有这件事是伤害性最少 伤害性最少 就是较早前我一直担心 就说你这样怠慢布林默 我觉得他一定会出手 会不会搞大陆也好 香港也好 一些二、三线的银行那里搞一搞 但是现在呢 就... 比较上是静了 静了 就... 我不知道这个静呢 就是... 就是美国是想敷衍了事 还是山羽肉来 不知道 不知道 就看大陆现在跟着下来的表现是怎样 我想... 都有一段期间突然间会来的 但是... 现在你自负出这个报告 这个说法呢 呃... 是相当不利的 就是不尋常的 这件事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你香港这班 你真的要死星星星的 看不见 我看不见 有点 看不见